大家好 歡迎收看林Modify 我是林 今天電影票單元呢要 要說的就是蜘蛛人 百孝日 我們去看蜘蛛人 蜘蛛人這已經是第3次第4次換 換男主角 有些人會覺得上一部的比較好看 以前的蜘蛛人才演出那種味道 我覺得每一代每一代都有 自己的特色 這一代蜘蛛人 比較屁比較喜 我比較喜歡 蜘蛛人就是要屁啊 你要他 你要他背負了多少 多少 那個 沈重的壓力 我是覺得不用 復仇者聯盟 一堆老大哥 都比蜘蛛人還要強 那個壓力給他們承擔就好 每個都是神啊 每個都是 很厲害很厲害的人 小屁來蜘蛛人 我覺得才是蜘蛛人 再來就是 他這是反派的 反派的動機比較合理 我這樣覺得 不然有些 莫名其妙 然後 就說 我是個超級大反派 我要來弄爆這世界 就覺得 我是覺得很奇怪 當然 這代蜘蛛人加很多 那個 東力史達克的 超級科技 我覺得 很棒啊 很好看 而且 蜘蛛人也有 他自己的Google小姐 很好玩 其實我覺得 那個女豬腳真的太醜了 太醜了 還有那眉神一直在戴眼鏡 是怎樣啊 你還保養得意還是五十幾歲啊 要是戴眼鏡啊 基本上我覺得 還是 這個 新的蜘蛛人 他最後那個 鋼鐵蜘蛛人裝超帥 沒有拿起來 沒有拿起來 真的蠻可惜的 我倒是比較好奇 他如果沒有 沒有那個 他如果沒有解除那個他的那個 原本蜘蛛人的 設定 他如果一步步透過學習裝置學習起來 蜘蛛人包會 會怎樣 我那句型設定 在那邊有辦法 好 那又是 今天的 Movie Kicking 那我們下部電影見囉 拜拜